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信用徹底完蛋 崇敬燃氣集團書籍被免職 網友根本不吃這一套 此人忽然離世 震驚外界 習近平怎麼看? 阿波羅網報導 大事件 摧毀俄首架遠程戰略轟炸機 烏克蘭認了 不簡單 中共軍委副主席見古巴中將背後玄機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4月20日 星期六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信用徹底完蛋 崇敬燃氣集團書籍被免職 網友根本不吃這一套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近期 重慶多地市民反映 更換所謂智能燃氣表後 燃氣費突然異常暴增 市民普遍質疑是燃氣公司做了手腳 燃氣費多計多收 也迅速衝上熱搜 例如 4月13日 四川成都一居民反映換了燃氣表20天 費用竟然高達17000多元 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 4月19日 重慶市舉辦燃氣調查情況新聞發布會 承認重慶燃氣集團等燃氣企業 存在多計多收燃氣費等問題 隨後 重慶燃氣集團官網發文 免去徹德辰重慶燃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黨委書記 總經理職務 提請股東大會免去其董事長職務 然而 從中國網友的反饋來看 人們對中共政府的信任已經徹底歸零 一位網友嘲諷道 免去徹德辰燃集團的職務 調任到自來水集團任職吧 許多網友為這條評論點贊 另一位調侃說 然後 水廠員工的平均工資又是22萬 還有人說 哪個區縣任個副縣長也不是不可能 有網友指出 社會信任度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弄沒了 還有網友指出 這個所謂智能燃氣表有大問題 他說 為什麼調查後表的轉速會慢下來 解釋一下 有網友分析了一則短視頻 他在視頻中介紹 今天恢復到以前跳的速度了 太可怕了 竟然可以遠程控制 有網友指出 等熱度過了 速度又上去了 還有網友總結說 三大表 水表 電表 煤氣表 還有加油站的加油表 有網友說 那到底為什麼暴漲824% 一位重慶網友氣憤地說 必須嚴查 我屋頭基本就我媽和爸在家吃飯 上個月收我兩次天然氣費 差不多500 我屋頭是開餐館的嗎 問一下刑法規定 有組織犯罪該怎麼處理 此人忽然離世 震驚外界 習近平怎麼看?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王篤然報導 習近平主導的一帶一路倡議備受爭議 經常被指責在貧窮國家製造債務陷阱 導致許多國家陷入經濟困境和民眾反彈 這一全球戰略不僅引發目的國家的強烈反對 甚至在中國自身也造成了經濟損失 儘管如此 這項倡議未有停歇跡象 與此同時 胡碧亮 北京師範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執行院長 因突發疾病17日去世 具體王因未詳細報導 引發外界對其真實病因的猜測 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疫情大爆發的背景下 不禁讓人懷疑是否與新冠病毒有關 胡碧亮曾因其提議鼓勵中國女性與非洲男性結婚 以加強友好關係 以及提高非洲留學生的獎學金 在公眾中引起廣泛爭議 受到中國民間的抨擊 北京師範大學稱讚她是一帶一路倡議國際化實踐的重要推動者 並對發展經濟學本土化研究做出了顯著貢獻 中共官員近期在大流行病爆發中大量離世 北師大一帶一路學院執行院長胡碧亮 於2024年4月17日亡 終年62歲 2024年至今 北京師範大學至少10名知名教授及黨政官員病故 其中至少7人為中共黨員 包括北京師範大學原校長鍾秉林 經濟與公商管理學院原行政黨支部書記劉鼎權 年僅60歲的珠海分校不動產學院高級工程師鄭明遠 大事件 摧毀俄首架遠程戰略轟炸機烏克蘭認了 烏克蘭軍方說 在當地城市週五遭俄羅斯飛彈和無人機攻擊後 他們摧毀了一架俄羅斯圖22M3戰略轟炸機 路透19日報導 烏克蘭空軍司令歐勒什丘克 透過Telegram訊息應用程式發表聲明說 空軍防空飛彈部隊首次與國防情報局合作 摧毀了一架圖22M3 也就是俄羅斯恐怖分子用以搭載KH-22巡弋飛彈 來攻擊烏克蘭和平城市的遠程戰略轟炸機 而俄羅斯媒體報導 這架轟炸機在發射飛彈攻擊烏克蘭後不久 就在境內南部的斯塔夫羅伯爾邊疆區墜毀 斯塔夫羅伯爾地區區長弗拉底米洛夫說 機上飛行員彈射逃生 而搜救隊已找到他們送醫 但一名飛行員仍下落不明 俄羅斯國防部證實 這架遠程轟炸機在完成任務後返回基地 而初步報告顯示 墜機可能是技術故障造成的 社區媒體上瘋傳的影片顯示 圖22M3墜落人口籌密區附近的田野石 炸成一團火球 不簡單 中共軍委副主席見古巴中將背後玄機 據大陸官媒報導 4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 在北京會見了來訪的古共中央委員 古巴革命武裝力量部政治部主任羅霍 會談中 何衛東稱中國友誼牢不可破 羅霍則對中共的長期幫助表示永遠不會忘記 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 共同反對霸權霸凌等 何衛東與羅霍的前台詞就是 中共將繼續給予古巴多方面的援助 包括在軍事方面繼續支持古巴反美 而古巴將對中共的援助給予回報 尤其是在反美問題上 目前俄烏戰爭 以哈戰爭 伊朗攻擊以色列仍在持續 北京還抑鬱發動台海戰爭 在這種情況下 何衛東與羅霍的見面並不簡單 那就是中共要在美國的後方搞事 牽扯美國的經歷 這並非僅僅是預測2023年6月 由美國現任和前任情報官員向華爾街日報透露 中共和古巴正在就在古巴北部建設聯合軍事基地進行談判 據悉 中共軍事人員已經在哈瓦那附近的盧爾德基地 和其他三個古巴地點監聽美國的通訊 這無疑對美國是一個嚴重威脅 美國為什麼緊張和擔憂呢? 原因是 美國靠近古巴的佛羅里達州 正成為美國主要的科技和金融服務中心 也是重要軍事指揮中心和基地的所在地 《美國即將崩潰》一書作者 美國專欄作家張家敦認為 中共可能會在古巴部署攜帶核彈頭的彈道導彈 在台海衝突中 通過核威脅來阻止其他國家向台灣提供援助 畢竟 古巴距離美國很近 試想 如果台灣出事 中共是否會在拉美地區採取某種行動 撤走美國 甚至發動對美國本土的襲擊 如恐怖活動分散美國經歷呢? 這種可能性是應該存在的 從目前來看 美國也意識到了 中共在古巴及拉美等地活動的用意 並已經採取了一些外部並不知曉的行動 但從這次核威東與羅霍的見面看 中共在古巴的軍事行動並未被終止 美國在禁運制裁古巴並未奏效的情況下 唯一的選擇是集中火力針對中共 解決俄烏戰爭酒托味覺 在美國後院作亂的源頭 此外 將中共政治局常委海外資產曝光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接著 封鎖火力針對中共在於 西方的雲之下 唯一的選項